无论战争焦点 带您关注到乌克兰反攻 在扎波罗热城市罗伯纪念附近 乌军正在推进 另外乌军疑似使用改造过的 S200防空飞弹再度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直接根据俄罗斯的修法 所有的飞弹都会拦截 桥一点都没有受损 炮弹落下 株林起火冒烟 躲在里面的俄军急忙逃命 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前线 看见反攻一丝希望 乌军在罗伯纪念附近夺回领土 这条战线的目标 是一路打到梅利多波尔和博德杨斯克 乌军参与部说 反攻开始后 这边已经打了33场硬仗 不等解放南部国土 乌克兰再度针对克里米亚 浓浓白烟远方都看得清清楚楚 克什大桥不到一年内 又被炸了第三次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说 攻击没有得逞 而几小时前 黑夜爆炸火光 俄罗斯说在克里米亚 拦截了大约20架无人机 一下飞弹一下无人机 乌克兰发动连环攻势 同时政治结盟也有动作 包括G7在内 至少14国承诺 共同防范未来俄罗斯任何入侵行动 而乌克兰部队正在南部战线 努力突破二军的防御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一股先签 乌克兰不断投入新边城的部队 投入战斗当中 CNN分析 乌克兰如果想取得战果 必须才连续 而且是有系统性的行动 乌克兰国土防卫队 滚边陆战35旅的官兵 小心翼翼往村庄里面移动 离心的枪声 让人再度绷紧神经 直觉告诉他们 村里还有残存的俄军 趁着枪声停止 手持火箭筒的士兵 马上冲出后院 朝俄军阵地送上一枚火箭弹 压制对手的反击 一支部队正准备 从村庄的另一边 穿过可能遭遇伏击的空旷区 代表官走在最前方 喊出暗号口令 部队每跨出一步 都是谨慎再谨慎 注意再注意 这当然是扫荡战场时的标准动作 但是也有人注意到了 乌克兰官兵有种手脚施展不开的拘束感 似乎俄军一直没有离开这座战场 甚至随时有可能会突然出现在眼前 这也不禁令人好奇 究竟乌克兰的反攻行动遭遇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西方媒体特别跟着乌克兰混编旅 来到几个星期前才光复的内斯库其内 这也是近期一座重回乌克兰领土的比较大的城镇 乌克兰官兵对媒体表示 在攻击前他们透过情报搜集 和无人机的空拍侦查画面估算 当时俄罗斯的守军不到一个牌 因此部队指挥官决定 派出一个连的兵力要来收复师徒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两军开战后 乌克兰才惊觉上当了 原来俄军在这座城镇 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 这让乌军纳闷的是 为什么情报会严重失准到这种程度 经过十天的激烈战斗 乌克兰部队才算明白 原来驻守在这里的部队 是一支俄罗斯空降营 比起其他部队更具有纪律性 而且营长还派出一个牌 当作诱饵 就算被乌克兰无人机侦查到 也没关系 因为其他单位 已经藏在各个民宅的地下室 甚至没有官兵会到室外上厕所 所有吃喝拉撒 都在狭小的空间解决 乌克兰士兵形容 小小的地下室 几乎堆满了各种宝克屏 甚至无法想象 俄军是如何挨过 这么恶劣的生活环境 更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还有能力激烈反击 CNN分析乌克兰部队 在这么大的认知落差下 陷入到一种怀疑论当中 因为在他们和俄军的 交战经验里 发现怎么和传闻不一样 俄军似乎并没有这么不堪一击 隶属国土防卫队的克里夫巴斯 和媒体描述这十天的战斗情况 就像是昨天刚发生过的情节 一样鲜明 就是当部队在敌火下展开攻击时 周围根本无处可躲 最困难的是官兵还要薄命 夺下对方的据点 才有机会在密集的敌火中 幸运地存活下来 部署在河流东岸的俄军炮兵 可以依托地理环境 清楚看见乌军的行动方向 以毫不留情的集火射击 一口气吞掉好几个作战单位 在他的部队里 就有五六个战友再也回不来了 乌克兰在这个战区 已经动用了三个后备旅的 部分迎接战术群投入战斗 但都被俄军击退 二军的空有火力 确实为乌克兰部队的推进 带来很大的阻力 在缺乏防空部队的掩护下 乌克兰的坦克及装甲部队 也难以施展西方装备的特色 这些武器在开阔战场上 只剩下挨打的份 也是反攻行动中的一大短板 即便乌克兰获得了西方 较为先进的主战坦克和装甲 运兵车 在欠缺协同作战的经验下 有军部队也只能各自为政 试图以最小的战损 来换取最大的战果 只是成效并不显著 乌克兰必须尽快统合各部队 适应当前战术的脚步 让反攻行动更有连续性 才能发挥西方装备的作用 并且在反攻行动中 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